附近航空最河前 机长曾经呼叫Mayday 这是最紧急的求救讯号 刻不容缓 代表情况遭到威胁生命 你只要宣布Mayday 它就是紧急状况 所以当你宣布Mayday的时候 所有的无线电都在手听 Mayday求救来自法语 来帮我之中的英语同音变体 1927年被国际无线电报公约 采用作为国际求救讯号 不分国籍 不分语言 只要当飞机或船遇上危机情况 就可以大呼Mayday求救 所有人都能听懂 但是避免杂讯干扰或误听 规定要连续呼叫三次 您一定也听过另一个求救讯号 叫做SOS 311大地震之后 日本工程县一所高中 就在操场画出SOS字样 向外界求救 到底SOS和Mayday有什么不同 其实SOS是国际通用的摩斯密码 求救讯号 三短音 三长音 三短音 据说铁达你好沉默之前 也曾发送过 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人使用摩斯密码 SOS讯号逐渐停用 但是因为这个讯号普遍流传民间 爬山遇难时 也会有人利用手机闪光灯 打出SOS闪灯讯号 让大家知道需要帮助 SOS于是成了民间 广为流传的求救代号 记者综合报道 许多 displaying 按资金 可疑 谢谢观看